It's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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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職棒19年賽程全部結束 走過風風雨雨 首先要公布的 就是獲得明年續約的吉祥物門 可別以為六隻明年都還會出現 像是有一隻路上跑的 和一隻水裡遊的 人就要消失了 不過球迷不用擔心 今年楊威東京巨蛋的Open獎家族 明年獲得續約 你看條碗貓就開心了 連褲子掉了都不知道 接下來場內這顆滾地球 球好像有點太大顆了 原來HIGH過頭這句話是真的會發生的 Open獎還想用身體掩護 但是球迷已經全紀錄了 這一球就像泰山的頭髮回不來了 東哥說 我眼睫毛都比你還要冒滅 王聖偉 黃正偉 傻傻分不清楚 兩個人名字有夠像 胖高張家浩最近也有看未來的廣告 菜團長真的是瘋了 就連攝影大哥們也入迷了 開始不正常了 今年球季陳江河成功 偷了恰恰的頭 現在就連一幕出文也不放過 俗話說得好 只要捕手就要像投手的太太一樣 互相信任 這對好搭檔成為了最佳示範 傳說中偷到頭屈尾的口水 可以長出新頭髮 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事實 林奇偉、楊健福、老少佩 感情好得不得了 為什麼?不要問很恐怖 用心電感應 兩個人就知道了 還是來聽阿蓋唱歌好了 好吧,算你過關了 但是竟然不知道電火球選擇 學長就是喜歡 球、球、球 所以說高飛球、畫蝦 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場邊的球迷 就有故事可以講了 我跟你說 剛剛廣中藝就用90公里的時速 這樣子撞了下去 小姐,你講得太誇張了吧 陳志偉選擇不去聽 我看不見 我聽不見 在棒球場下 並不是只有守備員會相撞 有時候跑者也會碰得一聲 你看小飛機不就墜機了嗎 還有一雷球也要小心手觸摸 難怪許過龍要說 這球不只要顧前面 還要顧後面 但是這樣陪下去 喉嚨一定會壞掉 所以趕快恢復正常吧 這一球傳向一壘 結果陳奕鋒過哪包三步之後 才滑壘 棒球周報仍大膽 風哥出球也趕減 下一位則是 恰恰彭正銘的爆頭 爆誰的頭 爆黃甘霖的頭 幸好上面的頭有頭盔 但是接下來這個頭就不妙了 而且最慘的 還要被火鳥俠來取笑 所以喇叭潘仲偉馬上回嗆 笑屁啊 假設如果來台灣再遇到你 不只要煮咖啡 還要煮燒酒精 棒球比賽 常常聽到揮棒落空 但是飛棒落空 應該很少看見吧 看光過大場面的二雷神 不動如山沒在怕的 這算小case 我在美國還看過飛出去 剛好打獸一條魚 馬上要登場的是500的弟弟 400 糟糕 等一下有球過來幫我擋一下 其他各方不如靠自己 阿里山神母要服好 我是國寶 你是國寶 我是大同胞 有機會明年再相見 吃飽 管他能不能再相見 先來看蜘蛛人在外面 徐國龍整個人爬到欄杆的上面 常常有人說球是火燙的 問問郭一峰最清楚了 燙燙燙燙燙耶 剛剛兩分鐘前 潘虎熊成功撞到了徐國龍 但是這次遇到了科學面的老公公 就撞到頭關了 潘虎的Take心裡還想說 奇怪耶 年紀這麼大 身體怎麼還特別硬 所以說接拳打牆邊的時候 要多注意一個不小心 又醉跡啦 這位老兄喝不少了 躺這麼久 行道驕照 公公形勢沒問題 小飛機最討厭賄弱啦 不只看不慣還要用腳踢 只是傅老爺最慘 被沒收了一隻鞍的 少兒兩隻還算好 最慘的還是電果球 不過大家都以為他在罵髒話 其實只是推薦一部 金馬影展的電影 相信如果是聖誕節去看 電火球應該也不會反對 講到聖誕 接下來有一個人 真的差一點 就要剩下一顆蛋 所以要小心 界外球是不長眼的 不長眼就不代表 不會去找眼睛 你看第一代萬死亡 背後的眼睛 就被找到了 所以別以為 在休息室 手套就可以丟一旁 又他在手 快樂無窮 有時候還可以救好兄弟 一條性命 感謝你 不離不棄 感謝感謝 但是投手帶補手裝備 就太超過了 還是要等人發號施令 才能夠有下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不代勇說 預備 趴下 大家想知道 這位被拳夜打擊中球的攝影師 當時 心裡在想什麼嗎 就是球怎麼越來越大 這麼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想要減少這些慘叫聲 最好的方法 就是和腳架們 培養好感情 每天幫你擦洗打蠟 果然沒有白費啊 不離不棄 是我好腳架 但是還過頭的時候 才不管什麼 不離不棄 記得謊記戰士 陳志遠要大罵 你當我是提拉米蘇喔 左看看 右看看 三個眼睛 還夠看 三郎神 大師兄 上到二壘害揚聲 好害羞 馬上打開來檢查檢查 很奇怪耶 你第三顆眼睛是白色的耶 不過職棒十九年 最搶鏡頭的不是揚聲 而是土地公尼富德 將近一分鐘的個人秀 這首歌不知道在唱什麼 但是很有對岸的感覺 給我一個窩 可以 可以 不給輕就殺 尼富德生氣了 但是學長們的命令 還是不能違背 先被造勢學長 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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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土地公要把悲情投手 變成勝利投手 成功了 我終於擺脫悲情了 勝利投手好耶 身體好 我是土地公 也是鐵頭公 金剛腿是吧 金剛腿 好啦別再鬧了 又到時候說拜拜 最後還是來看一下 最經典的索隆三道流 我們也期待未來 尼富德換上星球衣之後 能夠有更突破性的演出 土地公明天再見啦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